好,那我們這裡呢,剛剛有跟大家再介紹一下這個勞動力發展數位學習平台 這裡還有幾個,有電子書的,像這個公務人學習啊,台北一大啦,甚至什麼 各位,台中今年有一個新的圖書館,你知道嗎? 叫做國中圖,國立台中圖書館 他是算國內第一家,就是所謂的電子圖書館,數位圖書館 那麼,你如果有興趣的話,你可以找到關鍵字,你找國中圖就好了 就可以找到,他也有電子書有沒有,你也可以來這裡借電子書喔 像我們,那個你只要有圖書館的帳號,就是那個借書證都可以 預設的密碼就是你的生日的後面四位數 預設的密碼就是生日的後面四位數 你看這裡面有一些,大家最喜歡看漫畫嗎? 還是喜歡看兒童繪本? 哈哈哈哈 對不對齁,還是九把刀的,管他幾把刀 你看,有沒有,在這裡 有一些,對不對 看漫畫猜成語的 這直接都可以借下來看了齁,直接借來看 那他的好處是,他本身有很多,你看,只有 哇,已經沒有可以借,都被借走了 哈哈哈哈 對,當然還是有數量啊,因為這個也要買版權啊 但是他的好處是在於說,他本身有很多的版本 有的是像在電腦上直接看 有的你看,有沒有手機板 對不對,也有平板的,所以你也可以在手機上看齁 所以這個是他的好處齁,就是電子書的部分 慢慢會越來越多啦 雖然現在目前還在逐漸建置中齁,但是 以後會越來越多,這樣你了解了嗎? 好,所以這些線上學習資源對我們來說是真的很好用的齁 好,這些都給各位參考看看,那其他的我可能就先暫時就先不介紹齁 先不介紹,我們要來看今天要另外的主題了齁